現在侯友宜的子弟兵要選議員的 包括戴桑儀、吳訊孝、呂家凱就發文說 當天雨下那麼大 林佳龍人在哪裡呢 但是網友就直接開噴說 人家是平民耶 你協詢人家幹嘛 好 你的市長在哪裡呢 他人在新竹合體林跟人耶 而且還是趁著降雨空檔才去的 你不協詢你的市長 你再協詢人家林佳龍 這樣有道理嗎 我是林佳龍市長好道喔 親切握手 沿街寒暄敗票 還跟選民開心合照 民進黨新北市長候選人林佳龍 上午到中和市場拉選票 人就在這卻冒出這張海報 大大標題 尋人啟示走失地點新北市 協詢林佳龍 被視為侯家軍的戴桑儀 呂家凱等人發文 喊著新北好雨成災 林佳龍人到哪去 但網友說太荒謬 到底誰才是現任新北市長 他們尋人啟示但找錯人了 鬧笑話 因為我一直都在新北市 跑去新竹市的是現在的防災指揮官 侯友宜喔 被點名的侯友宜上午到英哥出席活動 聽到提問侯家軍的民調不太好 是否多幫忙輔選 簡單回答兩句 對海報事件則說予以尊重 繼續加油努力 好好拼 新北市政規劃備受矚目的耶誕城 是重點之一 年年都在板橋 民眾怨聲載道 還有人說誰取消就投誰 既然新莊是新北市的副都心 那要副都心的一個格局 很多中央的部會 跟單位 人群也開始多了 所以我們應該來思考 與時俱進 讓這個活動可以達到最大的效力 林佳龍認為可以換地方舉辦 特別以新莊為例 但侯友宜認為 這是建立城市行銷的典範 一個大型活動的辦理 帶動城市榮耀與知名度 與定點辦理有相關性 神鎮鬧鼠不管天災還是節慶 都成候選人的交戰議題 新北三傻就在昨天誕生 這三位為什麼會跑出來當三傻 因為他們的民調全部在安全名單 外面的外面 外面還要在外面 連婦女保證民口都把不上了 現在就三個亂葬你知道嗎 就是說今天這個市長沒在的 這三個的直接反應是這樣 就是說找不到我們的市長 新北市長沒在的 沒在新北電話都卡不通 現在要怎樣 不然叫一個有經驗的市長來倒三天倒處理 就想到林佳龍 太好了 就是說因為我們市長也找不到 你這一次有看到 新北市三個副市長出現嗎 也沒有 這三個名字都沒出現 市長沒去 副市長也都沒去 只要找林佳龍 我跟這三傻講 你們三個再努力一點 趕快寄進安全名單 12月25號你們就找得到林佳龍 你現在 你們這個新北在出事的時候 結果你去找一個市民 對林佳龍來說 他那個時候跑到 戲子跑到什麼地方去 他是我都知悔 他是我都去到那 新北市跟他撿爆什麼嗎 完全沒辦法 那新北戲子那個地方的災情那麼嚴重 我們第一時間看到那個照片的時候 還以為是網友惡搞 什麼 豪路這麼大 結果旁邊一看 哇 是我們民進黨兩個市議員的盤棒 我就確定這個是新的 對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那個時候媒體 全部都來找侯友宜 因為當天是三點到五點的時候 整個戲子是當天雨下最大 這個時候侯友宜還在新竹喊凍蒜 侯友宜知不知道 侯友宜當然知道這個時候 雨會最大 侯友宜一定知道 侯友宜每天掌握的這些訊息 包括中央的應變中心給的訊息 包括他們的水利單位給的訊息 包括氣象局給的訊息 最重要新北市還有聘氣候顧問公司 都會做這一種預測 對侯友宜來說他這一次是在賭 他在賭一把說 沒這麼大 褲沒這麼大 反正我去新竹謀虛一個兩小時就回來了 結果他搞不清楚 剛好就這兩個小時 整個戲子的這個山上 包括這個伯爵山莊 就整個都陰下來 結果侯友宜這種天災就這樣 好 你運氣壞 你拔你拔書 去到現場 問你怎麼處理 他說要怪台電 又說是台電的電台 這不是很奇怪嗎 然後現在這三位 這三傻現在躲起來 這三傻其實蠻可憐的 各位注意看他們的臉書 我提到這三個人的臉書 只有一個人的臉書被圍攻 另外兩個 那個留言都不到一百 就說他這位大你知道嗎 果然只有一個人被圍攻 另外兩個 另外兩個更笨 跟著人家一起弄 聲量都沒賺到 所以這三傻 接下來你們要自製 然後侯友宜 你真的 不要一天到晚再想2024 如果接下來還有什麼事情 你如果人還在新北 然後沒有在 沒有在這個戲子沒有關係 人在新北要看起來很快 好看你這次的心情 你今天如果是一高雄 你就剩下我告訴你 我想當時代相疑他們會這樣做這樣子的一個策略 當然是因為看到蔣萬安 他們被批評說比較慢去勘災 所以他就是邪尋林家 但的確我想作為一個國民黨 我不能都只幫國民黨說話 的確我們新北市市長 還是有當前的一個責任 應該是以市長來勘災為主軸 我想台中市 我們看到盧秀燕市長 在第一時間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勘災 這是作為一個 應該市長應該要做的 侯家軍目前相疑他們這樣的做法 我想有這樣子的一個選戰策略 也希望能夠激起一些民眾的一個討論 但是我覺得還是應該回到主軸 新北市市長應該是侯友宜為首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應該 不應該這樣子來去做一個選戰的主軸